一聊起三国那段历史 真是令人上头浮想联翩 多少无双神将 奇谋天才都在这一时期 紧攀石的爆发 还有不同风格的乱世雄主 命运迥异的红粉家人 也都纷纷登场 他们共同演绎出了 一桩桩一幕幕 正义与宠恶 热血与悲情 一模与战火的经典绝唱 经验了数千年 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历史上 人们最爱评判他们的利弊得失 进行各种假设 猜测如果当年某某不是那么做 历史会不会是另外一个走向 很多人说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其实历史真正的魅力 恰恰就在于假设 如果不谈假设 不进行推销和思辨 那些历史将毫无意义 也搞不清楚里面的内在逻辑 合理的假设推理 有助于我们对历史的了解与消化 这一期 我们就大胆地假设一番 谈谈如果曹伟集团董事长曹操 多活二十年的话 他能实现天下一统吗 或者说曹操迟迟没能搞定刘备和孙权 真的只是因为时间问题吗 首先 我们从客观的角度分析 如果曹操多活二十年 将会带来什么直接影响 如果曹操多活二十年 那最直接的客观影响就是 可能压根就不会有三国了 我们都知道 曹操自比周温王 绝对不愿背负篡位的马名 这既是他年少时就形成的价值观 亦是他的一种政治智慧 如果曹操不篡位 汉先帝依旧做皇帝 刘备就没有登基的借口 刘备不登基 作为吴侯的孙权 就更没有登基的理由了 天下依旧是东汉的天下 不管真实国情如何 国家的形势依旧是大一统的 国家的形势依旧大一统 曹操就能继续写天子 以令诸侯 通过政治手腕和道德绑架 不断地给刘备和孙权制造麻烦 我们说一个人 能办成多大的事 除了取决于个人能力外 更取决于他能活多长时间 时间是最好的杀人刀 有时候远胜过千军万马 如果曹操能度活二十年 他将会熬死一大批人 首先 汉先帝 刘备 诸葛亮 曹丕 曹植 曹瑞 这些人都能熬死 这就很有意思了 历史上的曹操 是在公元220年去世的 曹丕死在六年后 如果曹操一直活着 曹丕除了文学家的历史定位外 将毫无存在感 同样 无论是曹操传为给曹植 或者曹瑞 都不影响历史走向 因为他们都将死在曹操的前面 但这些还不是最有趣的 最有趣的是 汉先帝的去世 汉先帝刘夕在公元234年去世 曹操如果活到了公元240年 那么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 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不给自己历世子了 而是在刘夕的儿子中 选择一个做皇位继承人 刘夕一共有七个儿子 前两个是扶皇后生的 已经被杀了 还有一个养子刘芳 其余四个儿子的生母不祥 但根据后汉书 孝先帝记 汉先帝在扶皇后母子被杀后 还是立过皇太子的 那么这个皇太子 就有可能就是曹操的女儿所出 如果这样的话 曹操也是大概率 会立拥有曹操血脉的外孙为皇帝的 可如此一来 曹魏村汉的变数就大了 毕竟已经八十多岁曹操 会让自己孙子去村外孙的皇位吗 甚至不排除一种可能 就让曹家人成为最强外戚 掌控着师权 而东汉汪朝将继续在流世的冠名下 存续下去 一切又将回到汉陵地早期 都是专权的政治状态 如果是那样 历史上曹操的风评将会好很多 甚至可以称为周公第二 即便抛开这二十年间的客观也便不提 单讲征服 如果再给曹操二十年的时间 他能搞定刘碧和孙权吗 我的答案是一定的 而想弄清这个问题 我们就不得不提到 三国历史上最诡异的一年 建安二十四年了 这一年 地狱的大门好像打开了 大批的三国人物纷纷离世 像是完成了使命匆匆退场一样 而也正是因为这一年 深刻地改变了天下格局 让三国的故事精彩度大减 也仿佛给一个时代画上了句号 建安二十四年 被称为三国历史上最恐怖的一年 这一年 二十八位威震华夏的名教去世 就像戈草一样 未属无三方势力都遭受到了极大损失 连曹操本人也是死于次年的三月份 首先 是从定军山之战开始 黄冲批死了曹魏第一猛将夏侯渊 蜀军大胜 刘备可谓置得意满 也自理当上了汉中王 这个时候 刘备的实力可谓达到了巅峰 首博益州 荆州南部四郡 上庸等战略要地 谋士有卧龙 武将有武虎 还有一大批如法政之类的 能臣辅佐 有地盘 有能力 有民心 搭搭之心 霸气侧漏 恰如曹操刚刚一同北方使 然而地狱的大门 也就此开启 先是刘备派关羽乘胜追击 继续北伐 官二爷也是很给力 秦于晋 斩庞德 水淹七军 威震华夏 甚至一度逼得曹操小千都赞比锋芒 然而此刻 东吴却发动了非洲二哥的特计 偷写了荆州 斩断了关羽的后路 让他败走脉城 官二爷被东吴害死后 刘备如同被砍掉了左膀右臂 更令他痛心的是老将皇忠也跟着去世了 就此 刘备阵营开启了倒霉的多米诺古牌模式 张飞被杀 他率军讨伐东吴 又在伊陵之战中遭到惨败 元气大伤 几乎半辈子的家底都贫光了 更令他痛心的是 他最信任的摩世法政也跟着去世了 要知道 在真实的历史中 刘备对法政的信任和依赖 甚至是要高于诸葛亮的 刘备阵营一地鸡毛不提 东吴孙权那边也好不到哪里去 打败关羽的吕蒙 连接受封赏都没来得及 就莫名其妙地去世了 和吕蒙一起去世的 还有孙权的堂弟孙角 以及名将将亲 虽然说东吴的名将 由于三国演义的刻意忽略 存在感极低 但在真实的历史中 他们对于东吴的意义可不一般 除了这三位外 东吴的蒙将甘宁也去世了 这更令孙权郁闷不已 然而东吴的损失和魏国比起来 那就是盲莫语了 魏国先是损失了夏侯渊 又损失了于晋和庞德 接着就连魏王曹操自己 也没能熬过魔咒 在建安二十五年的 正月一过就离世了 可以说建安二十四年 是未属三方势力争斗的 白热化阶段 汉中之战 定军山之战 相反战役等等 乃至之后的伊灵之战 三方势力相互死� 各自都损失惨重 在建安二十四年之前 三方势力任何一方 想吞掉对方都极其艰难 但只要这个魔咒一熬过 天下的态使 就会换人一心 跟之前完全是两重天 要知道 在真实的历史上 刘备在伊灵之战的两年后 就去世了 和蜀汉政权真正对标的 是曹丕和曹锐 而曹丕和曹锐的政治军事才能 是一言不如曹操的 这点毋庸置疑 所以卓格亮想要北伐 难度将会比真实的 历史上要大得多 如果曹操能多活二十年 并不需要太惊天动地的奇谋妙计 就是一个托子局 就能把蜀汉给托死了 毕竟建安二十四年的割草 以及大量引中钉的去世 已经足以扫清一切障碍了 然而实际上 如果曹操多活二十年 一同听下真正的威胁 并不是属汉和动物 而是来自于曹卫集团内部 为什么说曹操的危机来自于内部 大家可以先思考一个问题 司马懿在发动高频林之变的时候 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士族都支持他 反观黄泉阵营几乎锅立无援 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曹操之前的 任人危险 大玩法家路线 伤害了士族们的利益 虽然曹操通过九品中正制 拉拢士族一定程度上的缓和了这个矛盾 但并没有从根本上 解决黄泉和士族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 如果曹操继续掌权二十年 那么这个矛盾将会越来越大 甚至一发而不可收拾 提前引发政变 其实士族和黄泉的矛盾 就是一个极难解决的完极 国家想要延续就必须纳税 而税赋都是自耕农出 而士族不断的兼并土地 自耕农越来越少 就相当于掐国家的脖子 想让国家继续生存下去 与民生息 就必须要打压士族 可一打压士族 势必会造成他们的反扑 无论是汉林帝也好 还是曹老板也罢 谁当一把手都要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曹操在延续二十年 自己的管理风格 说不定类似于高频林之变的事件 会更早地爆发 尽管曹老板壮年时能力超强 可以震得住士族 但如果他多活二十年 已经快八十岁的年纪了 还能否震得住这帮士族就很难说了 这才是真正的死局 彼时或许会出现一个比三国更加复杂的局面 这点可以参考其他风景王朝覆灭之时 正应了那句话 天下大势 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 曹操虽然是历史上的雄主 才华盖世 但想要在封建王朝末期 解决这种历史性的遗留问题 难度不可谓不大